在二大陸 出來在那裡瓦瓦瓦瓦 現在最好笑的一個新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健文 又再揭發 在大陸有公司是做這些的 我忘了 十月才請辭 然後交給兒子 這樣就沒有衝突 那就沒有利益衝突 在這個大灣區 不知道做一間什麼的公司 所以我就說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 一間叫深圳貿易公司 胡妻入董事及總經理 可從事物業租淫 你看看那個範圍 這間公司 不是東莞那間 廣州東莞珠海那裡就是工廠 江門也有的 江門 江門有什麼 是啊 江門有一間廠的 立場新聞的廠 不是 是搞一間木器製品公司 他這間就是物業租淫 電子商務 進出口業務無所不包 你說不發過豬頭? 大哥 我拿著那張卡片 給老婆上去派片 不發過豬頭? 是啊 是不是? 李新之後一周才要辭任 這個叫做瑞雄科技 瑞雄科技 2015年在深圳註冊成立 註冊資本500萬人民幣 地址位於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區 根據紀錄 胡健文今年10月28日 李新約一周後持任監視 尤其指胡白鴻接任 瑞雄科技一般經營項目 包括計算機軟硬件的技術開發 自有物業租淫 電子商務平台技術開發 網上從事商務活動 經營進出口業務 那你想一下 是吧? 偏做不做 就是做一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找一個在大灣區裏面遍布生意 還有這些這樣的公司 是可以什麼都做的公司 那你想一下香港不淪落 還要是委任了之後 這些東西你在racking裏面已經看過了 然後叫它辭的 為什麼上任之後才辭? 根本就是沒有想過辭 第二 根本就是別人拍他過來 所以我說葉澳東 為什麼墮馬就是這個原因? 是 這個肯定是共產黨拍下來的 這個不用想 所以你現在什麼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 大哥是歷史文獻來的 跟這個中英聯絡聲明一樣的 應該是蘇柔立法統的 同一時間大家看到 科大校長史維 提早辭任 這個有指示 為什麼呢? 如果你在科研高等教育等等 你現在沾上香港這一層文革味 你自己的事業都會完結 你作為一個國際的學者 史維就是台灣人 台灣人 對 台灣過來的 65歲 台灣出生美國籍 航天工程學者 2010年就在科大出任首席副校長 2018年接替陳凡昌任校長 100年才上任 然後出任校長之後爆發 反修例運動 22歲的學生周子樂 在將軍澳警民衝突期間 從高處墮下重傷死亡 數百名大學生 市民時候在科大集會聲援 科大校長史維到場 被集會人士包圍 要求他聯絡停車場 索水閉路電視片段 周子樂旗又重傷不治 史維在11月舉行的班首學委儀式期間 落釋周子樂死訊 麥哀時一度落淚 又發公開信 要求獨立及徹底調查 周子樂是否延誤治療 一個長期在科大做首席副校長 然後接任校長的人 突然間請辭 這個絕對不是因為個人 什麼家庭理由 什麼都沒有 一定是政治理由 究竟是被人移動還是自己走呢? 我覺得被人移動的機會大概自己走 因為你現在很清楚 為什麼林鄭之前對著那幫建制派 這麼兇狠 就叫他們反省這個 誰要求獨立調查委員會那些 就要跟警察道歉 這個就是誰要求獨立調查 我覺得現在變成一個清算的紅線 政治過關 現在人人政治過關 是的 政治過關 如果... 過關你要分兩件事 你當時說過 你有沒有悔意呢? 如果有悔意的話 可能都會有得講數 但是這幫人有沒有自己反省過 我記得中大校長 叫什麼名字 中大校長 那時候 那時候四大警察訴會 段崇智 段巴 叫他道歉 他反省 出過一封公開信 最先讓警察公開質問他 公開清算那個就是中大校長 中大校長也尚且不給面子 那你等待一下就逐個數 那為什麼現在市為可以做不住 其實他現在都沒有交代原因 又不說自己是不是健康問題 又不說是不是家庭問題 這個其實就是跟張建宗 那種被辭退的無奈 那個反應是很相似的 張建宗就是這樣 他走的時候 他最後一天說了什麼 我很健康的 我沒事的 就是被迫退 被炒油 是啊 市為這些走 不跟你說原因 然後就讓你自己去揣摩 市為他現在 我覺得兩方面 你說不想顛毀自己的前途 又不想助紂為弱 這個此其一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以前說過要獨立調查 這個是新鴻線 很明顯的 而林鄭最正就是因為知道 現在就是清算 為什麼呢 就是去年七月 國安法通告五大校長 發起簽署涉聯合聲明支持 結果成大浸會和科大校長沒有參與 這個是第二個罪證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政治清算 如果你說他辭任之後去美國某大學 或者某個學院裏面去做研究 那就可以公開公佈 又不好 只是說他辭任 而我就說最重要就是他2010年開始已經在科大任首席副校長了 就是說很明顯就是他接任校長之後 應該這個校長的位置就是他最後一個在學校裏面的職務 還有一年時間都做不到 現在就是人人過關 我就說回到文革就是這個原因 很多人說文革快來了 不是的 文革已經來了 來了 只不過是沒有這麼明顯 現在2021年的方式 你看傳媒我就說 剛才我們講彭帥這件事你就看到了 你怎麼會想到香港的傳媒是會變成這樣的 從我們小時候開始看 我們還recall 劉家傑宣佈毛澤東死信全港市民落淚 結果大家寫上去無線投訴 最終他是被迫遲去新聞主報的職務 當時很多香港人都不贊成毛澤東 認為會落淚 認為他死了是好事 大家就吵了 無線就沒有得死力挺劉家傑的 當時 嗯 然後你看看八九年之後 亞視陸君子辭職 嗯 一直到香港電台的急速 三個月之內在李百全的獨裁管治下 徹底清少 剷除香港電台的記者 將他變成一個官方宣傳工具 然後《蘋果日報》這樣被迫去停他的註冊 去消滅他的公司 是吧 是所有在這半年內發生的事 其實 這個就是你導致到香港已經是由一個傳媒 變成一個宣傳工作 宣傳人員協會 不要說記者 就是這個什麼的了 參加那些記者聯會 那些叫做宣傳人員聯會 你現在大學 我就說 清早現在去到幾條戰線了 教育界 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以大學為首 傳媒 這個就是整風運動 接著到娛樂界 這個就是整風運動裡面 為什麼會放曾志偉進去呢 你以為真的叫他做掌門人 當然不就是了 是配合大陸的整風 然後香港的電視 你還可以 還在裝做ViuTV的節目嗎 我告訴你 TVB 將來 不用講得久 他現在估計好像跌得回 五個多 這個無恥的黃祖嵐還說 低位可以進了 出來這樣講可以嗎 我覺得 他是TVB高層來的 好了 五個多 由二十幾元滾到五個多 最高好像九個多 今年本來 現在兩條豬米大蟲進去之後滾到五個多 當時我也說 結果是發了他們兩個人 股民就糊了 我告訴你 再跌下去一元都不值 這間公司 你看不到他的前景 根本是 好了 最終最終會變成什麼呢 就是播大陸劇 既然他的股價已經低殘到這樣 他唯有最後 等於那些明星藝人 他最後那個市場在哪裏呢 就等於黃安 那些台灣藝人 就回大陸賺食 TVB的下場 就變成大灣區其中一個地區電視台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你最近有沒有看過 陶大宇 在那裡唱這個 《倒轉地球》 還有唱這歌 網上熱傳得很厲害 嘻到這樣 真的不方便播放 是吧 但是他唱得很輕鬆的 但是沒有問題 就是這麼輕鬆都賺到錢 不過他自己有銀代就可以了 不用理你 你看那些香港所謂藝人 已經過了氣 娛樂圈的人上去大陸唱那些商演戲 張柏芝走音如是 我恭候照槍 沒有事 是不是 只要站在那裏 給那些粉絲抱一下拍照 抽一下水 男男女女都來抽一下水 那就搞定了 嗯 就是你覺得會 真的見到 和娛樂有什麼關係 嗯 只不過就是利用自己僅餘的名氣 然後在那裏和那些四五線城市 那些所謂的歌聲粉絲在那裏拍照 做政治宣傳演員 政治演員 護旗手 但是 你GVB的下場都是這樣的 你看到的 一個曾幾何時稱霸亞洲的電視台 嗯 在這個六宿年代 就算六審年代 都是稱霸亞洲的電視台 是吧 以前的管理層 起碼都叫陳志雲 李保安專業人士 大佬現在是曾志偉 扑街 書都沒讀完 大佬 是不是 見到他接受訪問 那些陳康濫調的內容 就是你以為是光倒流 大佬 不是他 他是一個模式 就是一個搞笑模式 就是他想著一下一下爆咪 都是可以是 就是當搞笑這樣做 你節目裡面是掌門人 你去打咪的時候也是掌門人 你看到他說的東西 其實是很不見得擺得上大場面的 其實是 但是無所謂 TVB是不需要一個管理人 不需要那個職業的organizer 不需要 從頭都沒有演員 後面有人扯選就可以了 或者是立法會一樣 跟垃圾會選舉一樣 香港被奪捨 你以為只是政府嗎 是各個層面 你現在看到的 TVB如是 立法會裡面 那些陶海明 那些參選 不要說他發營得不行 你看他廣東話都不懂 來了這麼多年 寫香港時事評論是不懂廣東話的 他就覺得你們這些廣東話我需要學嗎 我和我打交道的都是權貴 都是講普通話的 這個就是奪捨 那個名字叫做立法會 實際上後面就是黨的一員化領導 共產黨幕後操控 以前就在幕後 現在還跑來台前 那這個就是